接下來要上的是一個簡單的內容 叫做熱熱傳播 我們這裡基本上沒有計算就是一些觀念 然後把它記住就好了 這是我們前面教過的 兩物相接觸最後必達熱平衡 所謂的熱平衡的意思就是 溫度會一樣最後溫度會一樣 那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有人會放熱有人會吸熱 高溫的會放熱低溫的會吸熱 然後最後讓他們兩個溫度會一樣 然後怎麼樣把這個熱傳過去呢 傳過去的方法有傳導對流跟輻射 傳導對流輻射三個方式把熱量傳過去 第一個叫做傳導 任何東西都會傳導 只要東西有碰在一起有接觸到 它就會靠傳導方式來傳熱 方法就是用高溫的把它傳到低溫去 這叫做所謂的傳導 當然有的會比較容易傳熱 這個所謂的熱的涼導體跟熱的不涼導體 金屬是熱的涼導體 像塑膠木頭是熱的不涼導體 這個就是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有些考試考一些應用 為什麼鍋子 鍋子本身是用鐵鍋鋁鍋做 然後把手是用木頭做 所以是因為要它容易傳熱或者是不容易傳熱的關係 對流就是流體 就是所謂的氣體跟液體 受熱之後呢通常是熱脹冷縮 所以受熱會膨脹密度會變小 所以會飄起來 所以熱的會上升冷的會下降 這種熱身冷降的過程這個動作 我們叫做對流 然後這是一個重要的實驗 這個實驗告訴我們說 水流的傳熱方式的主要是靠對流 而不是傳導 因為我們在土二這個鐵棒加熱的時候 手不容易感覺到熱 因為熱對在上面發生沒有到下面來 可是如果土一你就會覺得會熱 所以就表示它是用熱的上去了 所以要靠對流 如果是靠傳導 那麼土一跟土二的結果應該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所以這個實驗證明 水的主要傳熱方式是靠對流 而不是靠傳導 所以要按照對流而不是靠傳導 所以這是一個重要的實驗結果 那麼這是一些對流的運用 這個老的冰箱 很舊很舊的那種冰箱冷凍櫃放在上面 古時候的電冰箱也是冷凍櫃放在上面 這也能把它放在旁邊 因為那個冷凍櫃的現在電冰箱原理 跟以前那個冷凍櫃原理不太一樣 然後冷氣氣味比較高 所以它冷和下降很困冷 然後煙囪是靠對流 所以還有你們在同軍生活的時候 需要怎麼架好怎麼樣的 也是要讓它有充分的對流 然後就是白天吹海風 晚上吹陸風結果是這樣 原因是因為比熱不同 好 陸地比熱小 來 白天曬溫度高 所以上升 空氣從海上補過來 風從海上來叫做海風 晚上倒過來 海上溫度高 空氣從陸地補過去叫陸風 所以1 記結果 白天吹海風 晚上吹陸風 2 記原因 因為海陸的比熱不一樣 海陸的比熱不一樣所造成的 地科會再交一次 好 輻射 輻射就是不用靠介質 我們說有一個光 有一種光 有一種輻射跟熱有關 就是紅外線 所以藉著紅外線 用光速把熱向外傳 這樣叫做所謂的輻射 輻射 它是重點它不需要介質 所以基本上沒有辦法阻擋輻射 任何東西只要有溫度 就會對外輻射出熱量 主要就是溫度會越高 它輻射熱就會越強 熱熱就會越強 這是輻射 然後我們就要問這種問題 這種問題 有的會比較會吸收輻射熱 有的比較會放出輻射熱 然後誰會吸收誰會放出 淺色的白色的會反射輻射熱 深色的黑色的會吸收輻射熱 會吸收輻射熱 然後光滑的會容易反射 粗糙的會容易吸收 那麼就考試就問這些問題 剛剛會有題目 什麼黑的白的啊 誰的水溫漲比較快啊 誰的冰化融化比較快之類的 所以就是抗症的 容易吸熱 容易吸收輻射熱 或是容易反射輻射熱 基本上你只要沒有熱量進出 就可以保溫或者是保冷 冷是比外面溫度低 不要讓熱量進來 熱是比外面溫度高 不要讓熱量出去 你只要能夠隔絕熱量的進出 你就能夠保溫或者是保冷 所以棉被 棉花本身是一個不容易導熱的東西 如果你把它蓬蓬的 還有很多的空氣就更不容易傳熱 那就可以更可以把到所謂的保溫的效果 然後呢 所以要蓬鬆起來 充滿了空氣效果會更好 因為空氣就更不容易傳熱 所以棉被 像保溫瓶 保溫瓶的做法 第一個它有一些材質是用不易導熱的物質做的 塑膠的蓋子啊什麼瓶塞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減少因為傳導把熱量散失掉 然後呢 這個像現在的比如說什麼 像散摩師啊什麼之類 它廣告打說 我的保溫瓶是真空斷熱 因為真空就沒有介質沒有物質 沒有物質就不會有人傳導 就不會有人對流 所以它可以隔絕傳導跟對流 隔絕傳導跟對流 但是輻射基本上沒有辦法防止 那就這樣減少 就把它變得光滑一點 然後變得光滑一點 然後呢就 然後亮一點 亮一點 淺色一點 然後呢就可以讓它能夠反射出去 然後減少因為輻射造成熱量散失 這就是跟各位講一下 熱的傳播的種種狀況 然後保溫瓶是靠什麼樣東西 可以讓我的溫度保持住 保冷或者是保溫 只有是有關於熱的傳播 OK